许多人都辜负了艺术的教导教养 看到太多了 就是学着学着艺术 崇拜着艺术 可是到后来 一个困难来 就完全没有自己的国旗了 这个世界包括中国 已经台积了那么多艺术家 可是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木星 其实我非常疚强 任何环境就改变不了 我这样对艺术中心 文化大公园关在地下室 你说说一句话 我们就要试着文化的时候 文化大公园关在地下室 我想他进去的是一个无罪的人 然后他写了Prenno 开始真的犯罪 那么我当时的感情是 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是许多人都跟着我一起 下去以后 托罗斯太夫 杀成地下的都跟我杀地 木星开始偷偷地创作他那些风景画 真的他靠这个把自己救出来 渡过那段时间 这个反抗不是一针一针一针的反抗 不是直接反抗的 而是对于人的根本上 就是你要我毁灭我不 他说所以我白天是一个奴隶 晚上是一个王子 是关于什么 还是要问内容 关于什么 那些人 你在写的时候是那些人要毁灭世界的 那些人是什么人 这个也只说是 那么告诉我又要进这个人 是一个艺术了 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那个年代真是像噩梦一样 所以这差不多是在梦里做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写作的人 画画的人 只要有纸和笔 人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沐昕真的做了 而且是在监狱里 就人的承受里和想象里 能走这么远 我二十八年前就认识沐昕先生 他是我的老师 同志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是谁 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的过了三十年 此前又那样的过了将近五十年 他的人没了 然后他的家也没了 我想他是非常典型的 消失的一代人 但他当然非常期待 就是就不要把他变成一个受害者 这样去看他 我最大的快乐是自己的作品 但我担忧他是因为他岁数大了 孤身一人 我非常尊重先生 尊重他的意思 包括生活上每个细节 都按照他的意愿 他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我亲爱而为 我亲爱而为 他中原呢 是一个很纯真的三乡的青年 小时候你一贯过得很贫苦的生活 可是他到自己来工作呀 看到我的画他喜欢 他在很短的期间里面 你用晚上休息的时间 他就画出来了 把我吓了一跳 他真的能够画出画来 而且他在我的教导之下 慢慢地懂得 就是你要获得成功 你一定要付这报酬 我希望你来在我的教导之下 各位吧 谢谢你 明天ня 您的心 您的心